日方放风,若不给钢铝豁免,贸易战就不支持美国。 2018年4月5日,检举。观察者网。编译观察者网。周远方。中美贸易战建拔弩张之际,日本突然发现自己似乎被晾凉了。 特朗普此前对钢铝产品增加关税的法案已经生效,豁免了欧盟、韩国等一干国家,唯独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,将日本与中国并列。 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认为姿势铁大,并做出强硬表态,如果不能豁免,日本就不能,在贸易战中,支持美国。 产经新闻4月2日报道称,美国根据232条款加收的惩罚性钢铝关税已于当地时间3月23日生效,白宫在22日晚间发布了一批临时豁免名单,包含阿根廷、澳洲、巴西、墨西哥、欧盟成员国以及韩国,唯独没有日本。 产经新闻报道截图 日本各界对此焦虑不已,NHK电视台3月29日报道称,首相安倍晋三计划于4月17号至4月19号紧急访美,对外宣称是求豁免之旅。 日本认为自身出口到美国的高端汽车用钢比例较高,少有可替代产品。 因此在谈判中日本官方人士只是正面提出,从日本进口钢材对美国国家安全没有影响的说法,并自认能够获得美国的豁免。 而日本政府想要避免的是美国用钢铝关税作为一个筹码,换取其他方面的妥协。目前希望避免的是,在农产品和汽车方面对美作出让步。 被视为反面教材的是韩国,其为争取钢铁豁免,在双边自贸谈判中接受了限制韩元贬值的条件。 近日,美国根据其国内301条款对中国价值,约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,并要求欧盟和日本支持。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就此发表了,如果不能豁免钢铝关税,日本就不能在贸易战中支持美国的强硬措辞。 日本新闻周刊也在3日的报道中提到,301条款是美国打贸易战的有力武器,以此为由对日本提出汽车或半导体产品方面的要求,可能会令日本上了年纪的朋友感到反感。 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美国曾针对日本大量产品实施301调查,观察者网注。 但232条款涉及的国家安全是一个敏感话题,如何认定,随意性也较大,因此在普通贸易谈判中不会被轻易提出。 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,把日本和中国并列加征钢铝关税的事态非常严重。 。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WeChat Line SMS 印度甲方 我工作了32年,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这样的效率。G7开城互掐大会,马克龙放狠话,默克尔泼冷水,特朗普,我先走了。 改台湾标注被澳官员为助骂,澳航CEO反映真是耿直。 举国抵制马云。 越南单方面宣布,全面封杀之富宝。 明天,117年历史的孟山都将不复存在。 美美不爽美起频频向中国道歉,但也只能建议。 美国盟友展开报复,精准打击特朗普票仓。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。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。 汉欧班列首次对接中越班列,助推东斜产品走向欧洲。 西门子CEO,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%人口的生活。 今日科技。 西门子CEO,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40%人口的体制。 西门子CEO,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40%人口。 waffle,二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%人口对比山景70%人口。 在出三小动堂合迹说 sai公元。